自從5月份時針對綜合禮 畜牧場產生餓臭情況 先遠承一點窯及縣府環保局 及農業處前往稽查 而近期地方上載有餓臭產生 也讓民眾不慎其擾 也在渡情兩單位前往稽查 來了解改善情況 綜合禮這邊 就是有兩家養豬場 然後就是 其中有一家 它的那個 就是有漏天曝曬豬糞的情形 所以這個部分 那個我們會依法來進行處分 那之後我們到另一家 它有一些 那個也是豬糞在處理的過程 也沒有謹慎 有留到旁邊的土地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會來進行處分 那後續的部分 我們會針對這兩場 來加強來做雞群草的工作 那維護周邊的良好的空氣環境 業者經營畜牧場 是為了盈利無可厚非 但綜合禮長年一採也請業者 要重視黎民取出權益 積極改善而出問題 當然我們不是為了 趕走養豬場為前提 我們也是希望 大家都需要賺錢 但是不能因為廠商要賺錢 而我們黎民要遭受到 這無情的傷害 所以也希望養豬場能持續做好改善 還地方一個乾淨的生活環境 先遠成為頂認爲 薰木場二抽問題 業者應積極配合 政府輔導做出改善 但若採取敷衍態度也請縣府 要捍衛民眾居住權益 勒令停業 今年我未來的時候 雖然說在農業處 有一些氣乏式的 一個氣味的一些改善以外 業者他是完全沒有一個 很主動要改善他廠區的那種心情 我感覺說 這個是真的是違反了良心道德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可惡 那希望說我們的相關單位 我們的農業處 以及我們的環保局 一定要非常強力的去趕快 該輔導就輔導 不能輔導 還是不願意配合 我們就讓他關場 因為居民不需要去忍受 這麼多牲畜的 這些排泄物的 這些污染 造成他們身心靈 真的是很大的一個傷害 議長何勝峰認為 二抽問題嚴重影響民生 也請業者做好相關的改善規劃 若無法限期改善 也請縣府相關單位 依法進行處置 還給地方居民 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 記者盧凱竹三採訪報導